有孩子 父母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孩子 多子多福 中国有这样的话 多子多福 好 那么怎么样去求得一个孩子呢 这里有几种不同的做法 有不同的做法 第一个观音 观音求子 那么这里的观音 就是图片上面的这一位 这个Lady 她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女的一个神 女的女神吧 算是女神 她主要掌管孩子的出生 所以呢 我们中国人会去跟观音 祈求得到一个孩子 Pray for the观音 for a child 这是第一种做法 第二种做法 亲友送子 亲友送子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receive special items 收到来自亲友的一些 送的一些礼物呀 物品呢 有哪些呢 有枣 南瓜 花生 这些 那为什么我们会认为 送了这些是 表明是求子 大家观察一下 南瓜 南瓜 枣 还有花生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有很多的子 都有很多的子 Many seeds 那么所以 我们会认为这些子 这些seeds 就是我们的孩子 所以送这些好这些物品 来寄托我们的愿望 就是希望我送的这个 对送的这个人 他也很快有很多的 就有孩子 这是这种做法 另外第三种 就是最后边 第三种 领养求子 这个就是意思 可能有些不太好理解 它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 像我结婚以后 我如果没有孩子 我想要一个孩子 我可以从 其他人 从其他人那里 领一个孩子过来 然后呢 可能会给我带来好运 我也很快会有孩子 是这个意思 领养孩子 然后呢 希望能够 让自己也很快 有一个小孩 好 我这样讲 大家能理解吗 如果能理解的话呢 扣一个1 讲到现在为止 如果能理解 请大家扣一个1 因为这个课程 有很多的词 还有有些 它的一些专业的 一些用法 可能会好的 好 那大家都是懂了 好 那非常好 那我们就继续啊 刚才说 说到有三个习俗 我们现在才说了 其中的一个求子 好 没有孩子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 有三种做法 第一个 求观音 第二个呢 亲友送子 第三个 领养求子 好 这是没有孩子 我们求孩子 好 那么接下来 当我们有了孩子 有了小baby 那么这个时候 pregnate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 应该怎么做呢 好 就是到了第二个 孕期习俗 孕期习俗就是 主要指怀孕后 after pregnant 的一些禁忌 禁忌就是 不要做的事情 不要做的事情 保证胎儿健康 为了保证胎儿健康 有哪些 第一个 即食一些肉食 就是说有一些肉类 some is not allowed 就是这些肉 可能会影响 胎儿的健康 所以是不能吃 这是第一个 在饮食上的一些禁忌 另外一个是 即参加红白喜事 红白喜事 红就是这里了 结婚 白是这里 丧礼就是 funeral 所以就是 the marriage and funeral 所以murly are not allowed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是我们说的在 所以这就是在 有孩子的时候啊 就是after you get pregnant 那么这个时候要遵守 遵守的习俗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后面啊 就是也有了小baby 那么下一步就是 小baby该出生了 那么出生以后 我们要给小孩 贺生 所以就有了贺生习俗 恭贺 恭喜 恭喜他的出生 主要包括五种礼仪 有点多 但是也不难理解 大家跟着我 说的来 好 怎么来理解呢 看啊 先看我这里标了什么 这里有天 零天 三天 一个月 一百天 一岁 所以这也是有时间 顺序的 大家在理解的时候 有时间的顺序 好 这里第一个零天啊 零天很明显 就是出生那一天 看不见手 你指的 看不见你指的那些 嗯 我指的那些 是看不见我的手 还是看不见我的课件 好 我先讲 你打字 你回复了 我再告诉你哈 看不见你的电脑 看不见电脑啊 就是看不见我的课件 是吗 看不见PPT 是看不见PPT吗 对PPT 好 你稍等一下 我沟通一下啊 我沟通一下 我还看得到 可以啊 我看大家都 有些看得到 那同学可能你是用了手机 还是电脑 还是或者是你网络的问题 你可以刷新一下 好吧 刷新一下 再试试 好 对那可能是网络 或者你请你刷新一下 好行 那大家已经帮你解答了你的问题 可能是手机 可能是你的网络问题 好那我们继续刚才的啊 刚才聊到就是小孩子出生以后 小孩子出生以后呢 有五种礼仪 从出生的当天 有一个叫做诞生礼 到三天有一个洗三礼 满月有一个月有一个 一百天有一个 一岁有一个 那么具体的每一个礼仪要做什么呢 我们看下一张图 好这张图我给的比较详细 好第一个 诞生礼就是在出生那一天 叫诞生礼 因为出生所以叫诞生礼 这里要区分一下啊 我们今天讲的第一部分是 诞辰礼 诞辰礼 这个地方是诞生礼 所以大家要分清这两个概念 诞辰礼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 包括了我们的所有小孩子 从没有小孩 我们去求子 到有小孩怀孕 到最后小孩出生 所有的这个过程都叫诞辰礼 那么诞生礼 它就不一样 它单纯的就指的是这一天 这一天出生的 这一天叫诞生 因为它出生嘛诞生 诞生礼 好这里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 好诞生礼当天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看哈 诞生礼当天要取名报喜 取名就是刚出生给他一个名字 在中国啊 在中国小孩子出生 我们会先给他一个小名 就是父母或者是长辈 给这个新出生的小孩 给他一个名字 家人呢 在短 在一个短的时间内 比较容易去称呼 有些也把它叫做泥称 小名 这里的一般可能会给一个小名 然后有报喜 报喜这里 大家看这个图片 能不能猜到是什么 看有同学举手啊 我先点个同学回答一下 好 这下面我给的这张图啊 我的问题是这张图上面 这个红色的 大家能不能猜到是什么 好 我刚才的问题 同学你好 我刚才的问题 请你理解了吗 我是说这个红色的是什么 好 我们有同学已经答到了 是红鸡蛋 是对的 对的 好 这位同学呢 对不起 谢谢你 好 拜拜 对 是的 红鸡蛋啊 那小孩刚出生 为什么给这个红鸡蛋呢 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红色 在中国大家都知道 是非常喜庆的颜色 小孩出生 我们也认为 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所以要用红色 那为什么是选鸡蛋呢 为什么选鸡蛋呢 大家想过没 那么选鸡蛋呢 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鸡蛋是圆的 它的形状呢 圆的 所以是圆满完美 那还有的说法是鸡蛋 它就像母鸡生蛋 那妈妈生了小孩 对 象征圆满 所以呢 就是有不同的解释 哪一个解释正确 也不知道 大家就是稍作了解就好 那么大家好 所以呢 大家知道了 在小孩出生的时候 有报喜 送红鸡蛋 好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大家稍作了解就好 好 这是在出生当天 有诞生礼 那么接下来 出生三天 三天的时候 我们又有一个礼 叫做洗三礼 洗三礼 洗 大家就很容易想到洗澡 那么这个时候 三就是三天 所以通过名字呢 我们也能猜到 洗三礼 就是在小孩出生三天的时候 给他洗一个澡 那洗澡的话呢 就希望他能够平安健康 快乐成长 这个意思 好 这是三天 那么接下来 到三十天 小孩出生一个月了 一个月了 所以我们有满月礼 满月 满就是完成满了 一个月了 那么满月礼 在中国 一直到现在 都还保留着这个做法 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看满月礼 有哪些注意要做的呢 第一个是 就是宴请吃满月酒 大家可以通过下面这张图 看到啊 很多人围着一个桌子 大家在吃美食 所以呢 就是用这种方式 对于小孩进行的出生 给予一个庆祝 好 小孩出生的一个庆祝 在满三十天的时候 好 再往后 小孩出生一百天的时候 一百天 一百天的时候呢 我们要吃长面 吃面条 表示长寿 这个叫百日礼 百日礼 因为是一百天 一百天百日礼 也比较好理解 好 那么到最后一个 周岁礼 一岁的时候 有周岁礼 名字也不太难 但是在周岁礼的时候 需要抓周 抓周是什么意思呢 我这里暂时没有给图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可以稍微借助上面这个图 看啊 那就是在小孩 这是小孩嘛 在他面前摆很多的物品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书 这里可能是一个算盘 那这里可能有玩具 好 这是一个吉他 这边可能还放的是什么 古针笔 就是在小孩的面前放很多不同的物体 让他自己去抓他喜欢的那一个 对 猜自己的未来 有这个意思 对 你说的就这个意思啊 那如果小孩 我们可能会想 小孩如果抓到一支笔 或者抓一本书 那么可能会觉得他以后 可能比较擅长于去学习读书 那可能如果他抓一个乐器呢 可能他以后就比较会喜欢音乐啊 这一类的 所以根据他的特长 根据小孩的特长 对他进行培养 也有利于他今后的成长 好 是这个意思 好 总结一下 那么和声习俗 小孩出生以后的习俗 从出生零天到出生一年 一年 有五个阶段 在五个阶段 有五个不同的礼仪 好 如果你担心 记不住可以截屏 或者做个笔记 可以做个笔记 因为我接下来会有一个小的练习 考大家 考一考大家有没有记住我刚才的一些内容 好 那么讲到这里 但成礼我们已经讲完了 好 接下来就 接下来就到了互动环节啊 大家可以踊跃发言 我这里给大家留了几个问题 就是针对于刚才讲的 但成礼 给大家提了几个问题 好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 请你 踊跃发言 好吧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答案就出来了 中国传统诞成礼 我读一下题目啊 中国传统诞成礼 包括哪几个 哪几个 所以这里就可以选择的 可能就不止一个了啊 答案 可能不止一个 我看大家的选择 A 一提醒 好像都有 A一种 D 选D的比较多 所以D啊 刚才 刚讲完D 大家对D的印象比较深刻 是不是 所以都选了D ABD ABD 还有选ABCD ACD 好 所以就是这个 这个和这一个 大家比较困惑 是吧 ABD 好 那么正确答案 公布一下 正确答案是 ABD ABD 求子习俗 在还没有小孩的时候 我们希望有一个小孩 第二个B 孕妻习俗 怀孕 怀孕的时候 要做哪些事情 D 赫生习俗 小孩出生以后 ABD 好的 那么这个 赫寿啊 赫寿 是我们接下来 要讲的一个话题 好 我们看下一个 第二题 亲友可以送哪些东西 送子 送子 那就是还没有小孩的时候 我们求子 求子可以送哪些 好 看新题目 ABC ABC 好 都是ABC 好 这个题是比较简单吗 大家都答对了 ABC都对 ABC都对 因为是希望有孩子 所以就有很多子的 不管是种子 还是什么果子 那么你看 所以是这个意思 D 白菜 白菜它在中国人心中呢 它是象征财 因为白菜它跟 有一个词 是谐音的 嗯 哎 白菜 跟这个白菜 财就是钱啊 有很多钱 所以 D 这个选项 是跟 钱有关的 跟孩子 没有关系 好 这是这个 第三题 第三题 小孩 出生后 亲友 喝满月酒的习俗 叫什么 叫什么 亲友 喝满月酒的习俗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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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为我这个题目 也给的 有提示啊 喝满月酒 满月酒嘛 满一个月了 所以叫满月礼 满月礼 好 那我再补一个问题 再问一下 洗三礼 是小孩出生多久 小孩出生多久 我们有洗三礼 三天 好 那大家掌握的很不错啊 好 很好 对了 对了 都对 好 行 那看大家对前面一部分 但成礼 大家的积极性也比较高 掌握的也非常好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部分 下一部分呢 就 好 这是刚才的答案 好 下一部分 受礼 受礼 好 这个受呢 提到受 在中国人的想法里面 提到受就是跟年纪大有关 好 看 在中国民俗上认为 人满五十岁才能称得上受 满五十才能称得上受 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庆受 庆祝 这个高龄 庆受 所以如果像我们这个年龄一般不会说受吧 另外还有一个词大家稍作了解 大受 什么叫大呢 就是它是整的 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那么这样的叫大受 如果是中间的 你比如五十一岁 五十一岁 我们可以说这是受 庆受 但是一般不说庆大受 大家能理解吗 庆受和庆大受 好 所以就是 这是这里知道受的概念 好的 好 那我们往后面看啊 对于中国的受礼 就是年龄大的人 他们过生日 他们过生日 我们会怎么做呢 也有很多习俗 第一个是 做受归 做受归 通过图片呢 大家应该能猜得到这个是什么吧 能不能猜到这个图片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会有的一种做法 因为他们认为龟 对 他能够长寿啊 他们认为这个龟呢 他能活几百年 所以希望老人能够长寿 所以就会去做受归 对 希望长寿的意思 但是现在还比较少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 在联系当前 跟大家比较一下 古代的这个受礼和现在受礼 好 第二个呢 是 送送寿陶 寿陶 陶呢 就是陶子 那为什么会送寿陶 不是说不是送苹果 不是送香蕉呢 这里也有很多故事 那我给 我跟大家讲一个 嗯 故事呢 就是 对像仙桃一样 对像仙桃 那为什么要送仙桃 西游记 嗯 可能想到了神话故事 是吗 对 确实有很多的人认为 跟神仙 跟神话故事有关 那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个不一样的 那么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有个人叫孙病 叫孙病 他 那 嗯 他后来写过一本书 叫孙子兵法 对 当他在学习求学的时候 有十多年没有回家 因为在外求学 十多年没有回家 后来在他回家的时候呢 带回去一颗桃子 那个桃子是他老师给他妈妈的 所以他带回去以后呢 给了他的妈妈 他妈妈吃完这个桃子以后 容颜一下子变得年轻了 所以后来就大家认为 这个寿桃啊 能让人保持健康年轻长寿 所以也是有保那个助长寿的意思 所以是因为有一个神奇的桃子 这样的故事 到现在这个习俗还存在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 嗯 接下来我我们先跟大家先了解完 古代他们是怎么做 接下来我会有一段跟大家再聊一聊 我们现在的习俗还保留了那些 好吧 好 这是第二个要送寿桃 第三个 寿堂 寿堂 那么这里就是可以通过图片 稍微看一下 有一个大的寿字 有对联啊 然后有一些供奉的东西 可能就是让大家能够记住 对 表示尊敬 记住 延续 这样的意思 那好习俗 好 第四个 这里贴寿莲 寿莲 大家可能知道春莲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春节会贴春莲 那其实在给老人祝寿的时候呢 也有寿莲 它的区别就是上面的字不一样 字不一样 寿莲 它这个字一般都是求长寿健康这样的 好 这个是贴寿莲 另外还有几个 吃寿面 好吃寿面这个也比较有意思啊 说是这个面条呢 它只有一碗面 一碗面它是有一根面条 只有一根面条 所以大家想一下 这个面条是有多长呢 是吧 一根面条做成一碗面 为什么只有一根面条 因为只有一根才长 才能形成长寿 是这样 好 下一个 我们讲到第几个了 这应该是第五六 第六个了吧 第六个 好 第六个 拜寿星 拜寿星 寿星是什么意思呢 寿星就是过生日的那个人 过生日的那个人 当然 因为说到寿 那也肯定是长辈 过生日的那个长辈 好 怎么拜它 一般呢 这个图里面可能就因为就是啊 它坐在这里 胸前带着大红花 然后前面有摆的蛋糕 摆的是水果 共品 那么大家过来拜它 那么拜它也是为了表示尊敬啊 表示尊敬 祈求它能够平安 长寿 这个意思 对 前面是长寿面 这个是拜寿星 好 最后一个 吃寿宴 吃寿宴 好 大家发现这又是吃啊 在中国的传统里面 就确实有点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什么节日 什么习俗 都会跟吃有关啊 那这个吃寿宴 大家会看到有很多的亲朋好友聚在一起 吃上这么一顿饭 也表示对于老人的这个生日的庆祝啊 好 这说了有 这是第七个老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啊 吃寿面 拜寿星 吃寿宴 前面还有四个 如果你怕记不住呢 你可以稍微做个笔记啊 然后大家也可以稍微反思一下 现在有一个举手的同学 我看一下想说什么 记住了 非常棒 好 这个同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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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在中国要送节了吗 送钱 送钱的 有 送钱还是送面条 送面条 在中国其实不太会送面条 因为面条这个东西呢 就是 如果我过生日 我会自己买面条给大家吃 不会说让客人买面条送过来 我做了给大家吃 一般是我自己买面条 做给大家吃 那么送钱 钱也不会直接拿着一堆钱送过去 一般人会放在红包里面 包红包 嗯 对是这样的 嗯 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 好 谢谢 没有了 好 谢谢你 那我们继续啊 好的 那前面我们说了 有七个关于受理的习俗 好 我们接下来 再说 哎 这个好像PPT不太完整 和我们一样 哦 那一样的话 那大家就更好理解了 是吧 好 这个PPT有一点被去掉了 那么这一张呢 我是想跟大家说的是 所有的这些习俗体现了一个字 什么字呢 孝 孝 在中国人的想法里面 孝是非常重要的 尊重老人 叫做孝 孝顺 对 好 有这么多做法 集中体现了一个字 孝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到下一部分 就是 大家也一直好奇的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你们中国人还这么做吗 有一些我们还是保留了 但有些没有 那你比如说这个图里面很明显 大家会看到我把这里 删去了 就这个乌龟啊 做兽龟 做兽龟 首先这个乌龟也是珍惜动物 我们要保护动物 所以呢 就是这个做法 我们现在是没有了 那么另外这里会发现多了一个 这是蛋糕 对 我们现在会 以 古代的话 可能不会做蛋糕啊 所以没有这个习俗 但是现在我们有了 另外其他的这些 送蛋糕是有的 有的 另外其他这些吃寿面呀 半寿星呀 贴寿 贴寿连 建寿堂 这些都还有啊 都还有 尤其是尤其是尤其是在一些 尤其是在一些古镇 镇上乡村 这样保留的更完整 长寿面 长寿面是不是不该咬掉的 不咬掉这个怎么吃啊 在吃的时候是可以咬掉的 吃的时候咬掉 但是在做的时候呢 是保证它的完整 但是有一点就是在现在的长寿面 可能比如有时候呢 没有那个条件去做一个完整的一根面条 做一碗面 那所以我们也会就是普通的面条 也可以代替传达意思 好 这是第一个变化 我这里写了个一 就是现在的寿里 它的变化之一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我们再看其他的 第二个就是 说寿臣 刚刚说的就是老年人 就是50岁以上的人过生日 我们才会庆祝 50岁以上的人过生日才庆祝 那么年轻人 像我们这类年轻人 在古代是不过生日的 但是现在呢 如果你有中国朋友啊 或是你看电视 你也会看到 现在的年轻人也庆祝生日 就是文化的交流 所以我们也会 吸收外面的一些做法呀 然后跟我们的原本的文化相融合 我们现在也过生日 尤其是在大城市里面 年轻人的生日也可以过得非常的热闹 非常的盛大 看这些都是 这个做法呢 其实跟古代的做寿堂有点像 大家想到没 贴一个寿字旁边有摆的一些供品 做装饰的 那其实我们现在也是 不过把它变成了今天的做法 就是用一些装饰品 气球来把它装饰一下 现在人就是更多是吃蛋糕啊 唱生日歌呀这样的 好那么讲到这里 我们关于生日啊 就是寿臣 古代的寿臣也就说完了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举手也可以 跟我打字 现在就有了 贴就没有了贴寿连 对现在的寿连也有 比较少吧 就如果是我们刚才有一个概念 叫做大寿 那你比如说一个老人过六十大寿 七十大寿 也会宴请宾客 就是吃寿席 然后也会在大门上面啊 也会贴寿连 也会贴 如果是普通的那个 不是大寿可能就没有 大寿更隆重 好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有没有其他问题 如果大家没有 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可能就要再往下面再说了 没有人 好 如果大家没问题 能就是我说的 大家听明白了 给我敲个一 让我知道 我说的你明白了 我敲个一 好 好的好的 好非常好啊 好心 那 敲了很多一 那我就知道了啊 好 行 那我们开始最后的一部分啊 现在还有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 我们已经讲完了前面的两部分 一个是 赞成礼 一个是 受礼 受礼 一个关于小孩出生的 一个是关于 长辈的生日的一些利益 那么说完这些呢 我想最后还有时间就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中国当前的一些做法啊 或者是观念上的转变啊 跟以前相比观念上的转变 第一个 就是想跟大家 探讨 我大概可以 这个时候就 大家可以有约发言 也没有什么对错 你尽管说 就讨论一下 中国的多子多福 计划生育 二胎政策 这些 它之间有什么关联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这些词的意思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那么第一个多子多福 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啊 我们要有越多的孩子越好 表明有更多的福气幸福 所以多子多福是古代的关联 就像第一幅图里面 你看一个妈妈 她有很多的小孩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有些人家可能还不止这么多 就是在古代的时候 那么第二个到计划生育 这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上个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后 大约是 我给大家一个时间 大家可以稍微的参考一下 大约是就是1960年以后 1960年以后 中国因为人口越来越多呀 所以就有了计划生育 生一个小孩啊 你们可能会看到 当时有一些报道 One Child Policy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二胎政策 二胎政策呢 这个是最近中国 最近几年 中国才有的 它具体的时间是 从2016年开始 2016年开始 一对夫妻可以生两个小孩 看这个图里面 就是有两个小孩 一和二 好 这是这几个词 它的意思 那么大家 我的问题是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古代有很多孩子 然后到了上世纪末 上世纪末的话 有只要一个孩子 到现在又要两个小孩 大家有没有想法 或者有什么想说的呢 你好 如果大家 如果你想说的话比较多 你可以举手发言 从我语音来讲 或者针对这一个图 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都可以说 你有什么问题 你也可以在这里问我 这是一个讨论 好的 有同学举手 那我先 好 好 好 我们一个个来哈 这个同学叫 病 是吗 好 同学你好 能听见 能听见 我这边的声音吗 我 听不见你的声音 这位叫病的同学 你再调整一下 自己的网络 那我先请下一个同学 先回答 好吗 好 好 好 你好 好 你好 老师好 啊哪對線嗎 有點來電話 喂 嗯 其實對方你好呢 今天要在 就是對於 我以前 你還沒有 我以前 我以前 你 你 你以前 噢 這個 我的想法就是古代多子多福 就是古代有多孩子 就是因为他去打架啊等等啊 就是要肚子吧 然后1960年以后就是中国就是独立了吧 然后太多人口了 所以呢就这个是怎么说呢 太多人 就是一个 对太多人了就是 里面的 我怎么说呢 国家了吧 就是给一个计划 对 那我问你 太多人可能有什么不好的情况 太多人有什么不好的情况 就是太多人家就是有印象就是 给国家太大压力了吧 比如是工作啊 工作然后 什么怎么说呢 福利吧 社会福利吧 社会福利啊 病啊 等等啊 对 生病等等 然后随习等等 那我就是想的 就是这样的想的 好 好的 好的 还有补充吗 完了吗 就是 嗯 这个 爱玲 16年以后吧 对 就是 对 有 就是有 很多人就是老去了吧 然后 然后 声过来 然后 不 不说 嗯 就是 劳动了吧 对吗 嗯 对 这我接下来就傻的 嗯 嗯 好 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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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好 谢谢你 拜拜 好 谢谢老师 好 好的 还有同学想要回答 嗯 那么 接下来的这位同学 我 好 好 我先把他的这个 那么 我想请大家 再想一下 就是 现在 要两个小孩 人少了 有什么问题 好 大家再想一下 好 嗯 嗯 这 计划生育的中国 嗯 所以呢 中国 啊 数量的 男 男跟女 数量的 嗯 不一样 嗯 所以 现在 到现在 我听说 在一家 男 老公 男性比较多 男性比较多 都做 家务 对不对啊 哈哈 啊 中国的 中国的 你的意思是中国的男性做家务 还是女性 在中国 在中国 其实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是女性做家务 但是现在慢慢的就是 男女都平等了 都可以 都都做家务 但是在古代啊 在古代的时候 男性地位更高一点 男性做家务 比较少 我我我看 TikTok的 TikTok的中国 嗯 我 我看到 男 男的 做很多 利物 也有这样的 也有这样的 就比如 我之前去过 大理 他们那里 是 一个母系 氏族 社会 什么叫母系 氏族 就是 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更高 他们当 当老板 当领导 那么 老公呢 就 在家里 带孩子 做家务 干活 这样的 也有 就是在不同的 少数民族 也是存在的 确实有 你看到的 也是对的 嗯 现在 现在 可以 出生 几个 孩子 现在 在中国 在中国 可以生 两个 两个 就是按照 政策 一对夫妻 可以生 两个小孩 不可以 不能 出生 三个 生更多 生更多 的话 也有 生更多的 但是 这就是 比较特殊的 情况 对 比如 审 审批了 你需要 申请啊 然后你生 小孩 可能有 需要花更多的 钱去培养他 他上学 他以后的成长啊 就是可能有 更多的要求 更高的要求 嗯 好吧 还有问题吗 谢谢 跟你再聊了 因为我看我们的时间快要结束了 好 行 谢谢你啊 非常积极 非常踊跃 我 好 你还有什么问题 拜拜老师 我看我们时间不多了 不能跟你聊 谢谢 谢谢你 好 嗯 那 刚才 我看大家都说的 非常好啊 对于 这个中国 对孩子 出生的 这个变化 大家谈得非常好 那需要有一点补充的 唯一一点需要补充的 就是在古代 为什么要生很多孩子 这个可能大家了解 不太多 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在古代的时候 大家知道 我们没有机器 没有这个计算机 所以所有的工作 都是需要干嘛 劳动 都是需要劳动来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有很多的食物 那你想要建房子 你是不是需要很多人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最原始的观念 就是要有很多的人 那怎么有人就是多生孩子 对 农业社会 根源就在于此 是农业社会 大家有这么一个了解 那么对于第二幅图 我稍微就是再多说一句话 就是这个 这个时候啊 只生一个小孩 他是在1960年之后的很多年 我们都一直在坚持着 因为从我有一个数据 就是在1962年到1972年 十年时间 中国增加了三亿人 十年时间增加三亿人 人口增加太快 所谓造成的后果 大家也都能想到 所以呢 就有了这样的政策 那么至于到现在 因为人口老龄化呀 等等的 好 就是这个问题 大家说的非常好 那我们到最后 还有一个问题 可能时间不太够 嗯 大家可以课后再去思考 那这个问题是 也是中国人的一个观念问题 在古代我们说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不孝有三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 有哪三啊 第一个 大家感兴趣可以听一下 第一个就是 现 是 我就不读原文 因为是 文言文 古文 我说意思 第一个就是 现 亲于 不义 就是让父母难堪 让他陷入不义 遭人 诽谤 那么这是第一个不孝 第二个不孝是什么 家贫 亲 老 家里 贫困 老人 父母 衰老 但是你又不挣钱 你不养父母 这是第二 不孝 第三不孝是 不娶 无亲 就是不生 孩子 就是不结婚 人不生子 那么这 有这三 这三个是 古代的不孝 那么在这三个之中 无后为大 就是第三个 没有 没有子女 没有后代 那么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呢 是最不孝的 所以这就是 所以这就是说什么呢 一定要生小孩 一定要有这个后代 这才能完成我们所说的 孝顺孝道 对吧 这是古代的观念 但是现在呢 现在大家如果有机会了解的话 会发现 你看中国人的观念 其实有了很大的变化 那第一个就是 像第一 我这里给了第一个就是 做丁克 大家知道丁克的意思吗 就是 不生小孩 结婚以后 也不要小孩的这样的家庭 这样有的 另外就是两个小孩的 一个小孩的 就这种变得非常的多样 这就是当前多样的生育观 那么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的时间也不太够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 可以快点跟我说 男女平等 性别平等 对 现在我们是讲究男女平等 性别的平等了 好 那我先说一下 就是我个人的观念 可能也不是太好 那古代的 对于孝顺的理解 因为确实是 也跟前面一个问题一样 就是我们的社会背景 是农业社会 你必须要生小孩 你不生小孩 那么没有人种田 没有人建房子 没有人做事情 所以一定要生小孩 那么家人 长辈就会对于 刚结婚的年轻人 有这样的要求 所以这就是校中的一个 就是大家能把它理解为 就是我们的农业社会 跟社会背景相关就好 第二个多样的生育观 多样的生育观 那么这个也是 应该是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你比如说我们的文化的交流 中国现在越来越开放 那么我们跟 你们学习我们的语言 现在听我讲我们中国的文化 那其实中国也不断地在 向外边学习 那都是如果是好的 那我们也会借鉴 所以我们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就是思想这一块 我们可以接受很多不同的做法 我们会尊重不同的选择 所以如果一对夫妻 他认为他不生小孩 可以过得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自由 那么他可以这样选择的 没有法律规定 没有说什么不能这样做 他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的 另外还有就是中国的政策呀 那么现在虽然有这个二孩政策 但是你也可以选择 我不生二孩 只要一个小孩 那就是一种人性化的体现 因为毕竟生很多小孩的话 对于需要有很 要花更多的钱 人会有要更辛苦 我这样说大家能理解吗 所以呢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也会考虑到每一个人 他的需求 他的想法 所以呢这都是都是合理 都是可行的 好 就是我呢就暂时就先说到这里 那么大家有其他更多的想法呢 当然你可以课后再去讨论 再去思考都是可以的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呢 大宇就好 就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主要讲了什么呀 大家还记得吗 从出 一个是关于小孩出生 一个是长辈的生日 出生的那个叫诞辰礼 诞辰礼 诞辰礼有三个 没有小孩的时候呢 我们要求子礼仪 有小孩的有孕妻礼仪 小孩出生以后呢 诞辰礼有三个 今天讲的第二部分 诞辰礼 好非常好 诞辰礼就是对于 五十岁以上的长辈 他们过生日 我们有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礼仪 那么也跟大家 讨论了当前的变化 好 好那么另外的 还有两个礼仪 一个是婚礼 就是我们中国人结婚 古代结婚怎么结 还有一个丧礼 就是中国人如果 不幸的就是死去 那么我们会怎么做 可能会在后续的课程 跟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可以后面再关注 好 那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浪费 占了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好 非常谢谢大家能 坚持到现在 好的 那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好 好 谢谢大家 好 好 不客气 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就好 保重身体 好的谢谢 好 大家晚安 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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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